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二人不用争了 这里的人 你们一个都带不走 好个猖獗的小辈敢跟我魂殿这般说话 劝你不要为了一个小男人 得罪一个连你背后的身体都得罪不起的存在 放肆 你算什么东西 敢对小姐这般说话 魂殿 很了不起吗 小姐 这几个人交给我二人来处理吧 冰河交给你 魂殿与旁边那些交给我 早听闻冰尊者的冰尊敬已修炼之画家 老夫今日便领教一番 洪养加咫炼じ 闻女星 刚出手拿下修炼! 是 本尊对战还敢分心 让我来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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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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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尊者的冰尊镜果然有些门道 真是痛快 灵老 不要耽误时间了 是 小姐 老夫这边下戏狠手 等等 这位小姐 请等等 田双子 回来 谷主 怎么了 今日之事是我冰河谷的不是 还请小姐包涵 银河 你这么做 却不怕丢了冰河谷的脸面 萧原哥哥 你的意思呢 这位小兄弟 恶难毒体的事 日后我冰河谷绝不会再插手 既然冰河谷主都这般说了 萧原自是不会过多纠缠 这位小姐 希望今日之事 不会让您对冰河谷留下坏印象 我也希望今日的事 不要再出现第二次 否则 下次再去的地方 或许便是冰河谷了 你们想要干什么 要赶上老夫 那便是与魂殿为敌 好大的口气 准备了还料不起吗 萧原哥哥 他交给你了 这位便是小一轩姐姐吧 这段时间 多谢你对萧原哥哥的照顾了 我也听萧原多次提起过你 如今一见 的确是天之娇女 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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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只不可能 好快 老家伙 你这条命 今天收定了 大人不惨 秘法 虽能提升你不少生意 但只有秘法实现一道 明明我们打回原形 还是废物一个 在这之前 只杀你足矣 十斩密封后的速度 连我都是看得上的 只能将自己强行提升 只能亲手斗筒界别 这小子 果然深藏不露 本护法今日还就不信了 连药臣都没逃出我的手心 你这小辈才能翻天啊 白魂索天王 是浪迟 是浪迟 有了火 下 大人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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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顶 大人不怕 大人不怕 小辈子 大人不怕 海山印 翻海印 不可能 这小子竟能尝尝到荣寺底部 这一技 是为老师讨还的 二星斗宗的实力 却将八星斗宗给击溃了 萧炎先生 真是强得可怕呀 我们居然跟这主人动过手 以后眼睛放亮点吧 省得哪天死 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一连套高级斗机 破坏力居然如此之强 还真是小看这小子了 此子 绝不能留 好霸道的天火三宣变 说非我的身体 经过诸多天才地宝的淬炼 恐怕先死的 反而是我了 不过 这种熬下来之后的感觉 果然极端美妙 昏殿果然诡异 就连殿内护法 竟然都是灵魂体 你 受死吧 年轻人 何必杀气那么重 滚开 天神长老 我已发出讯号 很快就有魂殿强者前来支援 只要帮我拖住这小子 到时候 他肯定插尘难飞 呜 不忽法放弃 曾人交给我冰河谷了 兵玄冰华 你二人随天蛇出手 也最快的速度 擒拿那小子 是 以多欺少 冰河谷形势 着实卑劣 成王败寇 我冰河谷形势 只求结果 无问过程 哼 使用了天火三玄变之后的你 的确很强 不过并不能改变 你今日落败的结局 两名斗宗 一名斗宗巅峰就想擒杀我 恐怕太小瞧我了 大言不惭 上 五轮离火法 没想到小家伙 竟然修炼到了 这半地步 五轮离火法 携阵 不好 捷兵河阵 有分天 有分天 蛇老 我们的斗宰消耗太大了 说不定 不等那小子密法实现抵达 我们被抵御不住了 不要急 将你们体内的兵尊禁 尽数传入我体内 我来施展攻击 将那小子 一击避杀 小子 小子 到此为止了 小子到此为止了 并成功 禁神功 并分天地 一击 一击 将军 将军 他将军 把军 将军 不如继续再由他们纠缠下去 天后三宣便实现一旦抵达 即使别说天使了 随便一位冰河谷长老 都用心意证于死地 给我撑住 终于扛不住了吧 这下我看你还有何手段 不跑 快 变 冰河谷竟然输了 多此一人干翻三大斗宗 其中一个还是斗宗巅峰 难怪新兰会那般肯定他能够救我叶家 此子果然非常忍 现在还有谁能救我 叶神杀了我 魂殿必让你悄生不得 瞧死 痛苦 相比老是在魂殿所受之口 这恐怕不及其万分之一 岂便是让你皇妃魄散 也难以抚慰老师之痛 当年 你可曾想到会有今日的结局 我后悔啊 我会当年 没有时间将你一把这被死 让你成长到现在这种车铺 没想到 这一次连老夫都是走远了 很可惜 此次我冰河谷 不会再允许任何失误 萧嫣 你先去歇歇 此人交给我 歇歇 真当我魂殿的人 是可以随意请拿的 满天斗尊 此人实力恐怕达到了二星斗尊的层次 情况不妙啊 原来是青海尊者 没想到此次 竟然将您这尊大人物给惊动出来了 天生子 别来无恙了 本尊正好待人在执行任务 且到紧急传信便后期赶不过了 青海尊者 快出手 将硝烟请下 他是殿中指名要请住的人 你便是那个硝烟 被我魂殿盯上 竟还敢如此招勇 将那家伙放出来 你也跟本尊回魂殿走一趟 哼 滚开 秦海尊者 你安心秦南那小子 此人是硝烟的同党 不 就给老夫便好 你跑不定 像你老师一样 乖乖被囚禁于洪人殿 喜别是死 掩抹你殿背 硝烟 胜负未定 天火尊者要去哪儿 来 去 要是 活 死 伤了她 你别死 你是何人 这是我冰河谷的事 好个霸道的冰河谷 他若是你的朋友 本尊可对其既往不救 但那恶难毒体 本尊是绝不能放过 冰国主 你不能放过那硝烟 他是我们天主天命 你若是想抓他 便自己动手 你二人不用争了 这里的人 你们一个都带不走 好个成绝的小辈 敢跟我魂殿这般说话 劝你不要为了一个小男人 得罪一个连你背后的身体 都得罪不起的存在 放肆 你算什么东西 敢对小姐这般说话 魂殿 很了不起吗 小姐 这几个人 交给我二人来处理吧 冰河交给你 魂殿与旁边那头交给我 早听闻兵尊者的兵尊禁 已修炼至化解 老夫今日便明教一番 干线上 你修炼至乎 我说这本身 都在为啥 这本身 你怎么还可以 冰河交给你 你自己这么做 你自己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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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伊丁 让我来吧 我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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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强的能量对抛 真是低音诀 他居然是古族之人 冰尊者的冰尊敬 果然有些门道 真是痛快 凌老不要耽误时间了 是 小姐 老夫这边下些狠手 等等 这位小姐 请等等 铁双子 回来 小姐 你这么做 就不怕丢了冰河谷的脸面 消炎哥哥 你的意思呢 这位小兄弟 恶难独体的事 日后我冰河谷 绝不会再插手 既然冰河谷主都这般说了 消炎自是不会过多纠缠 这位小姐 希望今日之事 不会让您对冰河谷 留下坏一下 我也希望今日的事 不要再出现第二次 否则 下次再去的地方 或许便是冰河谷了 你们想要干什么 要干伤老夫 那便是与魂殿为敌 好大的口气 魂殿还料不起吗 消炎哥哥 他交给你了 这位便是小医仙姐姐吧 这段时间 多谢你对消炎哥哥的照顾了 我也听消炎多次提起过你 如今一见 的确是天之娇女 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